歡迎收看東京走的橋 我是韋恩 今天要來介紹東京的散步路線 要帶大家從新宿散步到射谷 出發點建議大家就從這個 JR新宿的東南口 或者是 這邊 對面的甲州街道改札 有這個New Woman 然後巴士的出發站 這兩邊的話 因為我們等一下要走的方向 兩次往這邊 這個長長的手不踢的方向 我們的第一站要前往的地方是 新宿御苑 那在這一趟的散步路線中呢 我會盡量把 每一個比較重要的景點 都標示在Google Maps上 讓大家參考的時候 也可以直接用導航 大家呢 只要在東南口 看到任這一棟 馬路易 然後呢 一直往這個方向 前進 就沒有錯了 我 我很久沒有自己一個人在東京散步了 然後說真的 這個路線應該大概是 四五年前 我們有跟另外一位 就是當時是客座主持人一起走過 然後也是這幾年 經過Bob的訓練 才讓我大概知道 這些地方 重要景點的方位啊 還有路線要怎麼走 大家之後可以自己來走走看 我覺得 在東京 這種漫步的感覺 其實真的是很舒服 其實還蠻快的 大概走了 五分鐘 十分鐘以內吧 就已經即將抵達新宿御苑 那這邊呢 是需要門票的 大家可以在這邊簡單的購買 基本上都有 繁體的 所以買票很簡單 只有五百塊 五張 然後等一下掃這個QR Code 我就可以進場 快要過年了 先來看這部影片 你是否正在為了日本旅遊做功課呢 你知道日本第一大日訂房網站 樂天旅遊 已經登陸台灣了嗎 要訂日本的旅館 當然要到最懂日本的樂天旅遊啦 樂天旅遊深受日本人的喜愛 在上面可以找到最道地的日式溫泉旅館 商務旅館 民宿 有更多在地的房源供你選擇 讓你享受日本暖心 服務品質 為了方便台灣的朋友使用 網站提供全中文的介面 讓你可以輕鬆訂房 即日起到1月30日 正在進行新年感謝祭 現在訂房最高可享88折優惠 新優戶還可以再享9折優惠 頂取庫帆後 就可以看到折扣後的價錢囉 訂完旅館之後 不管是行程有改變 或是不小心看到更新的旅館也沒關係 樂天旅遊上大部分旅館都有 期限內免費取消功能 讓你可以放心地找到最喜歡的住宿 最後樂天旅遊的官方網站 會不定時的推出優惠活動 大家可以沒事上去看看 配合優惠省下的旅費 來換成旅遊購物基金 也可以追蹤他們的FB看優惠 訂房還可以賺取樂天點數 可以用在之後的訂房的折底 或是台灣樂天服務的折底 如樂天市場 點數超好用 正在規劃日本旅遊的你 趕快上樂天旅遊看看吧 進來就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很簡單的介紹 新宿醫院這裡大概有60公頃 然後有三個門 新宿門、大幕戶門跟千駝谷門 我們今天帶大家走的路線呢 就是從新宿門經過日本庭園 走到千駝谷門 之後會再從這個方向 往明治成功前進 我自己是覺得啊 像今天這種秋天的天氣 空氣涼涼乾乾的 然後在這種地方散步 走起來真的是非常的舒服 新宿醫院這邊的占地很廣 然後它的庭園 除了現在看到的日式庭園之外 也有一些其他不同風格的 然後大家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 看想要在這邊待多久都沒關係 今天的散步行程呢 設計的滿有餘育的 大家可以按照自己喜歡的步調下去散步 我剛發現新宿醫院這邊因為很大 所以Google Maps裡面是可以看到路徑 所以如果你走一走 不是很確定怎麼往千駝谷門的方向的話 記得打開Google Maps參考一下 我們現在散步來到了千駝谷門的方向 要往北參道 然後前往明治神宮 接下來的路線呢 就請大家導航從這邊 千駝谷門往北參道的鳥居就可以囉 其實還蠻快的 走沒多久呢就來到了北參道的入口 我來的這個時間點剛好有菊花的展覽 還蠻特別的 nuestra的elly很明治神宮 嗯 可以靠近馬二道 來到了明治神宮的本店這邊 然後大家可以去參拜一下 那因為我也蠻久沒來 然後難得旅遊開放 所以我現在決定去寫一個祈願的會碼 畫上 完成囉 夢巧2023大發 然後也希望各位粉絲們 健康平安 好 那我們剛剛 雪王會馬也掛好了 接下來就帶大家走出去 然後要前往元宿的方向囉 那我們通過這個大鳥居之後 也來到元宿了 我們從神宮橋走過來之後 看到這一條 筆直的大道 就是表餐道了 這邊就在元宿車站的正對面 這邊有 然後 IKEA UNIQLO 然後 看到這一個巨大的木門 就來到了 With Harajuku的入口了 好 我們接著就要繼續出發 然後要前往 然後要前往竹下通跟表餐道 然後要前往竹下通跟表餐道 從元宿車站的竹下口 一走過來 對面 就是竹下通 竹下通這邊就是以年輕人 特別是年輕女生的算文化所著名 對面 走到中段就會看到這個 蠻知名的可麗餅 好 如果只算走路時間應該 五分鐘 就可以逛完 五到十分鐘 就可以逛完竹下通了 然後我們接下來就 轉個彎 回到 表餐道的路上 然後再去尋找貓街 接下來就走這個經典的 TOKYOU PLAZA的 鏡子的手褲梯上去 這個地方也算是這裡的地標之一了 所以我們今天介紹的玩法是一整條的散步路線 所以可能在每一個景點或區域沒有做很全面的探索 但我自己今天這樣散步的感想是 你如果跟著我的路徑去玩的話 可以把很多大的點都玩到 然後也有一些小小的秘境分享給大家 我自己覺得這樣散步其實也是一種比較不一樣的玩法 我們冬級下來之後呢 表餐到這邊還沒什麼逛 不過我們接下來要前往貓街了 在我後方的就是貓街的入口啦 那建築物跟路線我都會標示給大家 所以不用擔心 任這個雕像 往這一邊走 就是貓街了 那貓街名字由來也很簡單 據說就是因為以前這條街上有蠻多貓的 所以就叫貓街了 貓街這裡呢 是比較偏有很多潮流的小店 或是一些運動品牌 就集中在這一條小小的街上 如果我特別想要買一些戶外運動品牌的話 這條街上還蠻多家的 然後我現在要來買我這一趟發現的一個很好喝的東西 叫伊良可樂 那這個伊良可樂它還蠻酷的 好像就是有一些比較天然的素材 然後我上次看有一些什麼香料等等所做成的可樂 我自己是覺得蠻好喝的啦 不會過甜喝起來有點像薑汁汽水的感覺還不錯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貓街走到盡頭 然後這一個以前所沒有的 看起來很漂亮的 巨大商業設施 就是傳授中的宮下公園啦 你看這條路線是不是超讚的 好 宮下公園一些制式的介紹呢 就留給未來的我配音啦 目前先帶大家直接現場逛逛看看 這個地方帶給我什麼樣的感覺吧 目前看起來就是一個蠻大型的開放型的商業設施 剛剛看到一樓有 Louis Vuitton Gucci 然後這邊看到也有ID達 這邊是二樓 那商場的部分等一下再逛 我直接帶大家上 最上面應該是四樓的平台看看 我們現在上來到四樓的平台了 往右走的話 有這邊一家星巴克 白色看起來像鐵皮屋的設計 還蠻酷 然後這整個區域的話 其實是商業設施的頂樓 但它有做了草皮啊 然後有座位區等等 設計的就還蠻有趣的 蠻有設計感的 是一個在都會裡的商業設施 但是可以在草皮上放鬆的概念 還蠻好玩的 坐在這邊大概像是這種感覺 它這個椅子還蠻有趣的 它是那種鐵絲網 它做起來還是軟軟有彈性的 蠻適合我這種容易腰痠背痛的 我們接下來前往的這一邊是 樓梯上來後的左手邊 這邊的話目前有一個 橙子不二雄的展覽 好然後再過去這邊的區域的話 其實蠻好玩的 它是一個可以打沙灘排球的運動區域 頂樓這邊有兩個餐車 看起來是賣飲料的 再往前走一點的話 這裡有一個攀岩場 再過來這邊我記得沒錯的話 應該是留滑板錯直排輪的區域 最後我決定買杯咖啡在這邊坐著休息一下 我們咖啡喝完之後 大家都下面簡單的參觀一下 有哪一些商店啊或者是餐廳 三樓這邊有一個蠻大的美食街 看裡面有Choco Bell 麥當勞 應該真的是跟台灣美食街蠻接近 這邊路邊也有一些座位 可以讓你在這邊看著跟朋友聊天啊 或是像這兩個朋友來這邊 辦公好像也蠻不錯 這個美食街還蠻大的 商場的裡面我們就不特別介紹 大家可以自己來逛的時候看看 三樓另外一側的餐廳 我還蠻喜歡它這個氛圍的 就是它除了室內的座位之外 也有室外的他們叫KELAS的座位 這邊就是我們剛剛從貓街走過來的地方 二樓這邊相較之下的話 服裝的品牌就蠻多的 然後它外面的走道一樣是採這種 半開放的空間 然後也有休憩區可以做 逛起來很舒適 另外我覺得這個地方蠻多角度都還蠻好拍照的 所以大家邊逛街的時候可以一邊注意一下 看到什麼不錯的街景 最後呢公下公園的一側 會接通到JR的澀谷站 最後一樓這邊下來呢 有一個叫做澀谷恆定的地方 它是專門一整排 都是餐廳的區域 前幾天有拍了晚上的吃飯的情況 給大家參考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速散步到澀谷的行程啦 如果大家喜歡這樣子的行程呢 可以到我們的頻道看看更多相關的散步的路線喔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